大家好我是邵阳 今天看到啥 最近也不在那边巨饿岛 但是特别火爆 必须吐槽一下 准备好了吗 现在奉上 故事发生在亚洲百磨大三角 这个地方老神秘了 因为四场干扰 轮船老师开着开着就消失了 飞机飞着飞着就没人了 然后呢就在这一天 两个外国老开飞机 经过大三角 开着开着就撞鸟了 咔嚓一声玻璃直接干碎了 雷达呢还是吃吃里转 但也不管用呢 紧接着一群鸟出现了 也不知道是什么鸟 一个成功落地了 另一个就很不幸 直接掉海里了 然后被一条巨大的鳄鱼 嗷一嗓子给吞了 还见其一段巨大的浪花 电影就正式开始了 也不知过了多少年 又一个飞机出现了 爱丽丝航班在空中 愉快的一穿梭呀 飞机上坐了不少人 仔细一看 哎这不罗家梁吗 这老罗就很细心 发现桌上的水杯一直在震动 什么情况 这是激震吗 不对是飞机在震吗 吓了他赶紧拿起白盖水 可能是白盖水喝多了 不一会儿 老罗就憋不住了 就想去厕所 突然被一个牛仔小哥拉住了 直接就问 请问您女儿名字也是您取的吗 原来这小子 正在和怀孕的媳妇摆车 由谁来给孩子起名 小哥你挺自在手啊 老罗也不惯着他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就当老罗继续上厕所的时候 他碰见了自己的女儿小罗 这小罗和一个小仙兽走了出来 两人也不知从哪蹦出来的 飞机就这么大地方 不过看方向应该是厕所 嗯怪不得刚才 急震 父亲俩好像关系不太好 说句话来 真风向队 就在此时 飞机突然剧烈的也颠簸起来 这次真的急震了 洋气面罩都降下来了 情况十分危急 但好在开飞机的外国老活还真不错 在他的操作下 飞机顺利下降 好像平稳了下来 到这个时候呢 有个小白妹子 还有心情拍尾料 个人心真白 啊不对啊 真大 本以为一切都稳定了 他开头那群鸟又出现了 他们有的拍成一字 有的拍成十字 还特别喜欢撤飞机 痛痛的往上怼啊 直接把飞机怼了个大窟窿 很多人都被洗走了 反倒是老罗 他站在过道上 愣是傻事没用 你说气人不 安全带那是完全用不着啊 不过也没事 肉眼可见的 好像也没几个接安全带的 飞机赤子引擎先后被撞坏 终于挺不住了 一头戳进了大海里 不过这驾驶员活是真的好啊 愣是把飞机给停住了 没错 飞机停在了大海上 但就在他们欠喜的时候 不知撞傻上了 喷的一声陷入了黑暗 没错 他们来到了神秘的大三角 飞机散架了 屋子没有了 很多人还死去了 通讯设备还是零了 但有些人他就是很乐观 比如说小白妹 都这时候了 衣服还不好好穿 一直在录他的大大的威劳个 求救无门怎么办 老罗和小鲜肉开始往岛上走 看看能不能找个地瓜啥的 那边海滩上一个小伙子下海了 本想捞点海货 谁知一个浪花吹来 直接没影了 小罗和怀孕的少妇聊了起来 原来小罗刚和老罗在澳洲 办完自己妈妈的葬礼 而老罗已经四五年没见过小罗了 怪不得两人感情不打利 反倒是对小鲜肉情有度钟 那个小鲜肉是他的大学同学 两人正在处对象 另一边老罗和小鲜肉在树林里 有了新发现 他们找到一个小木屋 还发现了匕首和子弹 还有一个日记本 没错 这都是电视开头那个外国老留下的 没想到还都是二战时期的东西 有年头了 在日记本里 他们知道了 这个外国老也是坠机的 飞机也散架了 但是他们竟还想找到人家的通讯设备 用来求救 有这玩意儿 人家不早就溜了 最重要的是 他们也发现了 这个岛上竟然有巨鳄 没错 巨鳄已经开发了 那个老海货的就是第一个 海滩上开始显露人性的 空气还在就受伤的乘客 这时候一个穿白金衫的老爷们 过来直接拦住了 就这点水给大家喝 那不浪费吗 牛蛋小哥听着就不乐意了 两人就四巴起来 那别人就得劝呀 空城小哥上去劝架 没想到一扑冷 直接被怼海里去了 然后就被巨大的鳄鱼给叼走了 见起一朵巨大的浪花 那巨鳄是真的浪 咬人都是奔着屁股咬 一学生吓坏了 赶紧逃命 他们逃到小溪边 跟老罗他们也会合了 就在这时候 听见好像有鳄鱼的叫唤 这帮人还挺像回事 哥那啥嘛呢 啥嘛啥 鳄鱼不就在脚底下吗 看这小伙吓的出多少汗 巨鳄也不客气 咔嚓一口 还巴结嘴呢 有点咸呢 老罗在这其他人接着跑 来到了小木屋 安排好值班的 然后消停了一宿 最关键的是 他们竟还有盒饭吃 第二天一早 小白妹就显不住了 继续录他的大大的vlog 结果被淋了一身 绿不辣鸡的碾液 这次完美了 成了绿绿的vlog 就在此时 留守小木屋的人发现 岛上竟然还有巨大的蜘蛛 没错 那绿色碾液就是他喷的 一看这蜘蛛就不太正经 还喷的也碾液 这岛很奇怪 鳄鱼大 蜘蛛大 关键是vlog也很大 啥也别说了 赶紧跑 但两条腿 哪能跑得过八条腿 他没被蜘蛛整的是 嗷嗷笑话呀 另一边出去找果子吃的老罗 听见求救生 赶紧跑了回来 他巧妙的玩了个 生动机器 直接把蜘蛛给引走了 别看这玩意儿长得大 脑子是真不好使 蜘蛛被引走了 老罗和一个小伙也赶紧躲了起来 没想到刚躲好 小伙直接被蜘蛛 来了个传刺 果然 这蜘蛛也不正经 专案往这屁股上怼 另一边逃跑的一伙人 来到一个小水沟 突然发现 这里边竟然也有大鳄鱼 小鲜肉有点怕怕 着急忙 哗着的慌乱之下 直接半倒 鳄鱼都整蒙了 这年头饭都自动送上门了 幸亏是老罗及时出现 不然小鲜肉也得令喊饭 看到小鲜肉得救 小罗终于啃喊老罗一身跌了 仔细想想 小白妹呢 原来她去洗身体了 她不是被喷了一身碾液吗 结果这水是冰凉 旁边白天山老爷们 却看她浑身燥热呀 说啥就要和人家玩游戏 小白妹是十万不得一 结果老爷们还不行了 咋地了 得绝症了 死前就要和人家乐呵乐呵 去一边了 你说在哪玩不行 非在水位玩 只听咔嚓一声鳄鱼出现了 一口就把小白妹给叨了 见此情况 白天山老爷们也清醒了 他见此不救啊 对拉着自己脚脖子的小白妹 哐哐的踹呀 就这样 大大的小白妹还是顶着盒饭 另一边 小鲜肉找到了岛上 那个外国老 实施飞机的通讯设备 竟然还给修好了 你说气不气 这都多少年了 最重要的是 还叫来了救援队 然后他们就往东边跑 跑着去迎接呀 另一边 侥幸逃脱的白天山老爷们 原来还有心脏病 好不容易联系到匹配的心脏 所以他不想死啊 所以他见死不救啊 但是你狼心狗肺的巨个正好喜欢呀 就算他们逃命的路上 又碰上蛋糕鱼了 白天山老爷们不小心摔倒了 小罗善良 就要去救他 结果很散 反倒是被白天山一个反手 推到了鳄鱼嘴边上砸正 关键时刻还得靠跌呀 老罗及时赶到 砰砰砰 一搓子弹下去 结果四射子弹 正好打到了白天山 远处巨额 正在往他身边爬 大快人心呀 狼心狗肺的白天山 也随之另了盒饭 最后就变得简单了 巨额被打倒 老罗父女重归以后 当然还多了一个小鲜肉 看到这部电影 我只想说大大的Vlog 谁不喜欢 好啦 我是老杨 我们下期再见